我夠用 支援你 八名立委齊聚呼口號 號召民眾響應捐口罩行動 支援國際醫護人員 武患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歐美各國陸續有護理人員上街頭 爭取醫療物資 甚至在鏡頭前流下無助眼淚 總統蔡英文日前宣布 捐一千萬個口罩 獲得國際回響 超過八成臺灣人 也支持政府做法 14天不要把九片口罩都用完 不管用干爭法還是用什麼方法 還是一樣我用戴布口罩 我可以省著用 我們國家就可以每週 提供國際醫護人員 一千萬片的口罩 來協助其他國家的醫護人員 一片口罩 讓臺灣可以變成更好的一個國家之外 也期待每一位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可以保護自己 保護他的國人 那也請我們的國人 大家一起响應 把臺灣的愛送出去 用口罩拓展外交 展現人道精神 目前臺灣的口罩國家隊 每天可以生產一千五百萬片 只要國人準節使用 多的口罩就能支援國外親友 尤其是第一線醫護人員 而今年世界衛生日 剛好是以護理師為主題 立委林楚英 也在現場鼓掌一分鐘 表達感謝 我想這個一分鐘 要獻給所有的醫護人員 也獻給全球 站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病毒不分國界 只要各國受到疫情衝擊 臺灣就存在境外移入風險 因此立委發起民間支援國際防疫 希望未來手機網購口罩 也能增加捐贈欄位 透過自發行動 與全球共同防疫 讓疫情早日結束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指援國際圖